马英九吴敦义正副总统候选人高平竞选办公室 21号在国民党员高雄县党部成立 马吴两人亲自到场参与所有活动 并带头高喊台湾加油赞 国民党高平地区13位立委候选人 也一并出席拼气势 高平各界重量级人士一同与会 展现蓝军在高雄的气势与决心 马英九加油立委全场立委全场 马英九加油 台湾加油站高平办公室 由立法院副院长曾永泉担任主任委员 以其身后的政治之力带领竞选团队伴随选民 在改革的康庄大道上继续向前行 办公室执行总干事为国民党前屏东县党部主委蔡淑雅 她历任高雄屏东党部20余年 在高平地区具有强大动员力及亲和力 其活力为办公室不可或缺之动能 竞选办公室下辖二部 分为组织部与新闻综合部 将群策群力发挥战斗力 以其在明年的总统选战开出亮丽成绩 记者邱玉轩高雄报道 按摩